今天8月8號 我們加拿大傑變 早上9點鐘 很累 帥交時報 今天開始了 今天很開心的又找來Shane 跟我們一起對談 因為上個禮拜 Roddy Piper的過世的事情 我知道Shane應該有一些話想說的 對嗎 是的 這個是真的是非常讓人很傷心的一個消息 因為非常的突然 我記得我好像去年才剛看過他一次 沒想到今年就很快的聽到這個消息 非常的驚訝 但是是不是你 上年看過他 但是這一次是不是你唯一一次看過Roddy Piper 他本人 其實我見過他大概四次左右吧 從2011年12年 然後 13我忘記了 然後14就是去年也有見過他 那他給你的感覺是如何 OK 我覺得我們可以先這樣講 因為我想Rick你也見過非常多的一些職業摔角選手 那我覺得啦 90%以上的選手都是非常友善的 雖然說不管他在擂台上面 怎麼樣打怎麼樣怎麼樣壞 還是怎麼樣好 基本上他們私底下都還蠻友善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第一點 但是像Roddy Piper的話呢 他更不一樣啦 因為我在2012年的2月 應該是我第二次見到他 但是我那次呢 就是有跟他聊比較多 然後呢 我們那時候是一個簽名會的會場 基本上簽名會 我想Rick你也知道 大家排隊 然後跟選手簽名 然後簽完名就走了 就是這樣子 但是Roddy Piper他非常不一樣 他的簽名那時候我覺得 好像簽了快要4個小時還是5個小時吧 非常非常的久 然後人也蠻多的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一直在排隊 我那時候才剛開始接觸一些摔角的convention 就是摔角這些簽名會的活動 其實有些地方我也不是很熟悉 有些選手其實我也還不是很熟悉 然後我那時候在排隊的時候呢 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這麼久 其他人都好快 為什麼他會這麼久 這個老頭子在幹什麼東西 怎麼會這麼慢 然後呢 我就開始慢慢去看他 Roddy Piper他到底在做些什麼 後來呢我才發現了 他是WWE的名人堂的成員 但是他對我們摔角迷非常非常的好 通常我們見面會 我們看到摔角選手 他就說Hi How are you 就這樣子而已 就是很高興看到你 就這樣子 然後簽個名就走了 但是他呢 他會一直跟摔角迷一直聊天 一直聊天 一直聊 聊完之後呢 還會跟你慢慢拍照 多拍幾張都沒關係 他說拜拜這樣走 然後我那時候才發現說 喔原來他好像蠻特別的喔 那時候感覺是這樣子 然後呢 到我的時候呢 我就上去嘛對不對 然後呢他就來跟我講話 通常你都是問我們的名字 或者說你從哪裡來 通常我在國外這邊 在一些摔角的會場 經常人家是直接用日文跟我講話 他們都以為我是日本人 因為他們大部分 我想到看摔角的都是日本人嘛 如果亞洲來講 大部分都是日本 我自己本身也碰見 這一類型的事情 每一次我出席這些摔角的場合的時候 很多選手都 第一句話都是跟我說 多麼多麼 都是跟我說 日文的話 我會 都是講日文 我這邊也是一樣 太多學生跟我講日文了 對啊 但是Roddy Piper他還好 他蠻讓我驚訝的 因為我一上去 他第一句話就問我說 那個 你是做 還是學生嗎 還是你在工作 就好像 他好像是我的叔叔 還是說 你知道 就是非常好的朋友 會這樣子問 說你在做些什麼 你是學生嗎 還是在工作 我就說我在做 已經在工作了 我在做 IT方面的東西 其實 我離開學校已經很久了 對啊 然後他就說 IT方面 那你接下來會不會 換其他行業 還是說 你還是會繼續待在 這個行業怎麼樣 我說不會 我覺得我還是會做 這方面的工作 因為其實 做得還蠻愉快的 然後他就開始慢慢的跟我聊 大概聊了大概有一分鐘左右 你知道嗎 在這個會場上面 你聊個一分鐘 或是半分鐘 就已經算蠻多的了 因為太多人在排隊了 他們大部分的人 就是覺得趕時間他要走了 他們就是很快的幫你簽個名 他就走開了 但是他Rollipide很不會 他慢慢跟你聊 然後到最後還助我說 祝你發展越來越好 祝你以後都很順利 他非常非常的好 對 然後最後呢 我們要拍照的時候 他就跟我那個 講說 喔 你等一下姿勢你要怎麼擺 對不對 你要笑一個阿怎麼樣 等等之類的 那我也跟他說 那你也笑一個好了 所以反正他很好聊 非常非常 嗯 非常和善的一個選手 然後 他給我的感覺 就真的非常不一樣 嗯哼 是 然後我們 我們最後拍完照的時候啊 抱歉 我跟他說我最後拍完照的時候 他還跑過來給我一個slipper 很熱我的緊 對 他說我們這樣子也來拍一張 我說OK好 但是他我沒想到他是真的熱我啊 哈哈哈哈 我真的快不能呼吸了 大概有幾秒鐘 我講真的 我沒有想到他會真的來 我以為他只是做個動作而已 結果不是他是來真的 他好歹也是參加過Wrestlemania的一個選手 然後我這樣子被他一勒 我真的覺得我好高興 我好榮幸 今天有機會被Roddy Piper勒一下 因為通常 通常選選手不會在 他不會真的對摔角迷動手還是怎麼樣 他不會跟你有什麼動作 也不會跟你有什麼太多的接觸 頂多握握手搭個肩這樣子而已 但是他是真的會把一些招式 用在你的身上 當然可能還是有稍微 稍微 就是不是那麼的用力 但是 你還是可以感覺到 這個還蠻痛苦的 原來摔角還是是真的 你的脖子感受到壓力了 對對對非常大的壓力 然後真的會 真的有點頭暈 然後會有點 好像 是不是很清楚 對 驚咬中啦 那我真的覺得很特別 非常特別 我第一次 目前為止也是第一次 OK 被選手這樣子玩 但是我很高興 真的非常高興 但是你 這一次 是你第一次看到Roddy Piper的經驗 然後另外好幾次 是不是差不多也是一樣 OK 後來有幾次 我主要都是在Convention上面遇到他啦 但是 我 因為 你知道這種比較大的摔角的機會 選手都很多啦 那我個人的習慣是 今天呢 我跟你拍過照 簽過名還是怎麼樣 我基本上 就盡量不會再去找了 你知道嗎 我喜歡多跟一些不同的選 的選手 接觸 然後聊一聊 多看看這樣子 所以 我後來有遇到他幾次 但是我都沒有跟他 都沒有說去跟他合照 或者說跟他簽名什麼的 都沒有 但是呢 去年 去年 去年六月份 我在聖地牙哥 參加另外一個摔角的機會 也是很大 那天來的有 Rick Flair Golbert 還有很多非常多的明星 他們都有來 然後 那一次活動比較特別的是說呢 摔角迷 是有機會跟選手們一起吃早餐的 對 那一天呢 其實我是跟一些之前WLE的選手 像是Matt Hardy Catty Kelly 還有Maria Canonis 還有Matt Hardy的老婆 Rabbit Sky 我是跟這四位選手一起吃早餐 然後還有其他的甩腳迷 我們就是大概七個人一桌 這樣子吃早餐 然後但是呢 那整個餐廳是被包下來了 所以裡面全部都是摔角選手 包含墨西哥的那個 Mio Mascaras 他也在那邊 然後還有非常非常多的選手都在那邊 對非常多 包含那個Roddy Piper他也在 但是我沒有去跟他吃飯 因為太多人想跟他吃飯 因為 他是真的是摔角迷當中 公認就是最好 最nice的一個摔角選手 大家都想要跟他吃飯 我也擠不進去了 講真的 然後 然後我雖然是跟那個 像是凱莉凱莉他們一起吃飯聊天 這樣子 但是 這是一個buffet你知道嗎 自助式的 所以我吃到一半 我要去拿 要去拿東西吃 那我就去拿 結果遇到Roddy Piper 他也在拿東西 他站在我旁邊 然後他就上來 其實說真的 我也沒有說要去跟他 多說兩句什麼的 我是知道他很好 但是我那時候心不在他身上 對 那時候心是在凱莉凱莉他們身上 然後呢 他就跑來跟我講話 他自己來跑來跟我講話 他就跟我說 你好啊 那個經濟過了怎麼樣啊 然後聊天啊 然後他最後還跟我要名片 我就跟他說 我在台灣 我是台灣一個甩腳聯盟的一個 算是工作人員 OK 然後我們有在弄一些甩腳這樣子 他聽來就很高興喔 然後他就跟我 開始跟我聊台灣的甩腳的情況是怎麼樣 然後最後還來跟我要名片 他說有機會再跟我們聯絡 當然當然 這個機會是非常非常小 但是從這個地方 真的我又再一次感覺到說 哇 這個Roddy Piper 他真的很不一樣 這個選手 他是摔腳史上非常非常有名的選手 我想Rick你應該 蠻認同這句話 他是非常有名的選手 絕對認同 但是 對但是他完全不像是一個大明星 真的完全不像 他就是讓你的朋友 他就是喜歡跟你聊天 然後他 而且他不是說 就是很隨便的講一講而已 他是真的想要去了解你的東西 然後 他也會主動來跟你講話 然後跟你要名片 不是說我去跟他要名片 是他來跟摔腳明要名片 這是很好玩的事情 對非常特別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所以 他過世了之後 我真的會覺得好難過 真的非常非常可惜 因為我好想再跟他吃吃飯 跟他聊聊天 但是已經沒有機會了 其實我自己本身也 覺得有一點點可惜 因為 從剛才聽到你說 你跟 你跟 Roddy Piper 會面的一些經驗之後 其實跟我在外面聽到 Roddy Piper 他本人的性格也是一樣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熱情的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熱情的一個人 他會很喜歡跟很多摔腳迷去交流 然後讓想起四年前其實我有機會跟他會面 跟他做meet and greet之類的 但是就 我忘記了為什麼我沒有去做 反而我只是跟他的兒子有談過一下 你有沒有碰過他的兒子 我沒有碰過他的兒子 他可能有一些場合他不會跟著去 有時候他的兒子我聽說也會跟著去 但是 也是很難得 因為 我之前也碰過很多選手 都是ok 這些meet and greet 有時候都是ok 賺錢 ok 欠完一個 挖完一個 然後 只是很簡單的跟你談 兩三分鐘就 有一些比較禮貌一點的 會跟你再聊一點 但是也很 也希望 you know 就是 不想跟你談的太多 但是 聽起來 Roddy Piper不是這種感覺 真的不是 而且 就像我剛剛有提到 我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 就是2012年遇到他的那時候 就真的 因為很多人想跟他見面 很多人想跟他拍照 其實他的隊伍非常的長 他的時間已經超過了 他時間已經超過了 因為他們通常都是簽名會 或者是見面會 大概就是比如說兩個小時 然後時間到了 他們應該就要走了 他們還要去趕飛機什麼的 等等之類的 有些選手是這樣子 但是他不會 他不管 他時間是幾點 反正他簽到最後一個人 他才會走 然後 而且是每個人 他不管時間超過了 他頂多中間去上個廁所再回來 這樣子 但是他繼續 跟你聊天 跟你簽名 重點是什麼 我剛剛漏講了一點 他那時候少說也五十 應該有五十六歲五十七歲了 他那幾個 我覺得他大概簽了大概有四個小時左右 三個半到四個小時左右 他全程站著 他沒有坐著 他就是站著跟你講話 站著跟你握手 然後站著幫你簽名 他一直用站著 他沒有坐下來 我覺得 我看到的時候真的很感動 我覺得 我今天如果 今天有這個機會 跟這樣的選手碰面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榮幸 講真的 我從來沒有看過 這樣的一個選手 這麼有名 年紀這麼大了 但是 他的身段非常的低 他 對不對 他不是說很大排 有些選手就是坐在那邊 等你來 甚至是年輕的選手都會這樣子 但是他現在這麼有名 這麼 這麼有經驗 年紀這麼大的選手 他 他不會說 我今天有名了 我今天怎麼樣了 我就 我就要 耍大排 還是怎麼樣 他反而他會 跟摔角名一樣 就是 他跟你同樣的一個level 你知道嗎 他站著 跟你聊天 然後他握手呢 人家握手是 握一隻手這樣子 右手伸出來跟你握手 他不是 他是兩隻手一起伸出來跟你握手 兩隻手 感覺 兩隻手 他是把你整個手都抱在一起 然後跟你握手 好像是在選舉一樣我覺得 哈哈哈哈 但是 他非常特別 我覺得真的太特別了 我從來沒有遇過這樣的一個摔角選手 會這麼的親切 他真的非常好 而且完全沒有身段的 他不會擺架子給你看怎麼樣 他就像你的朋友這樣子非常好相處 其實選手在這個年代 尤其是在 他的位置 因為我上個禮拜也講過 如果 沒有他的話 其實也可以說 就會沒有現在的WWE 但是以他這個位置的 的一個名人 摔角界的名人 可以做到怎樣的話 真的是非常難得 真的太難得 因為講真的 像我在洛杉磯這邊 生活大概 7.8年了 我每年都去摔角的會場 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我已經見過上百位摔角選手 不管是WWE的 還是一些獨立的選手 我已經看過300位了 沒有人跟他一樣 真的完全沒有 而且也沒有人比他還要 你知道還要nice 然後你在搭配 就是說你想想看他的 他的地位 這麼高 但是他還是一樣這麼親切 他對你還是 對摔角迷還是一樣的好 我會覺得說真的非常難得 對真的非常難得 然後像我那天在簽名的時候 2012年那時候 就是排隊排很久 我前面有一個老兄 他排到不高興 他在生氣一直罵 他想說這麼久要幹什麼東西 他一直在那邊唸 一直唸一直唸一直罵 你知道嗎 在簽名的時候一直罵一直唸 但是等他簽完名 跟Roddy Pepper見完面 照完相簽完名之後離開 他好高興喔 我還跑去問他 我說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他說我現在感覺太棒了 我太高興了 他真的太好了 然後他就很高興的走了 他本來很生氣的一個人 跟Roddy Pepper講完之後 因為他排隊排得不耐煩了嘛 一直唸 想說怎麼會這麼慢這樣子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通常都很快的 我們經常在這個圈子裡面跑的 我們都知道說 這個簽名會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覺得他也是 可能他也是第一次跟Roddy Pepper見面 他不知道他的習慣是怎樣 所以等他真正跟Roddy Pepper聊完之後 他才知道說為什麼會這麼慢 因為Roddy Pepper他對每個摔角迷都很好 他跟你慢慢的聊 我覺得他是一個 我換個角度想 我覺得Roddy Pepper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一個生意人 對他把他自己當做一個商品 或是說當做一個形象在經營 他慢慢的跟你 他的客戶也就是摔角迷慢慢的聊 對然後他非常重視摔角迷 他的客戶的一個感覺 他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今天你花了錢過來 你花了時間過來 你只是為了這幾秒鐘就走了 他會慢慢的跟你講 慢慢跟你聊 然後OK 讓你確定你很高興了 然後他再換下一位 這樣子 我覺得他其實換個角度想 他是非常聰明的一個 一個生意人 嗯 我不知道 應不應該說他是聰明 但是 嗯 嗯 因為從 他很多很多的 呃 呃 嚴恆 嚴恆 跟我在 呃 其他地方聽到的 呃 關於他的東西 我覺得 他可能是聰明 但是也有一些是來自於他 他是真心的 他是 因為他也是一個非常非常 passion的一個人 呃 我覺得有很多時候他做很多東西都是來自於他的真心 他沒有很 呃 計算很多手段啊 之類的 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他他會跟 呃 帥交迷做這些舉動 他他未必是一定要是 呃 呃 一定是特別去討好一些 呃觀眾 他可能是真的 真心的 想 去跟 一些帥交迷去交流 想呃 看一看他們的看法 呃看看 呃 呃 關心他自己的呃 的人是來自 他們是什麼人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我也相信說他也是真心的人 那我剛剛這樣子講是因為我換個角度想 所以如果你從做生意的角度看的話 他是一個很明明的人 對 因為有些選手就是 你跟他遇過之後你就不會想看到他了 哈哈哈哈哈哈 有些是這樣子 呵呵呵 這種選手也有喔 很有名的也有喔 我們 其實我們看久了就知道 大概有些選手也不是很好 但是Roddy Piper真的非常不一樣 所以 你看他這一次過世 過世你看所有的很多摔角迷 然後還有摔角界裡面 很多人都是去追到他 嗯 對啊 然後 我覺得這是有原因的 因為 就等於說明說他 這個人在這個 這個行業裡面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嗯 大家都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對啊 嗯 嗯 但是 呃 這個真的非常可惜 呃 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Sheny有沒有聽過就是他 呃其實他也 在呃很多很多 呃 反問裡面 呃都都說過一件事情就是他他知道他的呃 生命不會搶酒這一件事情 呃我是 我是知道說他前幾年有癌症啦 OK 呃 然後好像對外是說都已經治好了 都已經沒事了 但是實際上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我們也不是說他本人 或是說是他身邊非常親近的人 嗯 講真的他身體狀況到底怎麼樣 我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 我這幾年看到他其實狀況狀況都還不錯 嗯 其實都還不錯 所以突然就就過世了 然後我也是很很驚訝的 嗯 那 就是希望今年呃沒有 呃就沒有呃呃不要再 呃有什麼這些大名的人 一些重要的人物 呃走了 因為 今年已經很多 OK 今年你看 呃最初有 呃 Fern Gaia 然後呃 Dusty Rose只是大概 呃六七個星期之前的事情 然後現在 呃我們就有 呃Roddy Piper 我覺得 OK 今年呃呃的帥腳 呃 其實很好看 但是也同時間也是 比較難過的一年 呃真的蠻難過的 好很少有這種事情 我覺得過經這幾年很少會像 今年那樣子 就是 一些非常有名 而且非常好的選手 然後就突然就這樣離開 這樣子 今年真的蠻特別的 嗯 就是一個一個的走 OK 呃 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真的 非常可惜 還有什麼 呃 關於 Roddy Piper的東西 你想想說的 還是其他的 嗯 嗯 就是說從我 身邊 因為我在這邊 其實認識一些摔腳迷 就是在這邊跑久了 或者是一些摔腳的一些 嗯 工作人員我大概也有些會認識 然後 每個人都說 真的每個人都說 他們認識過最好 最親切的選手 就是Roddy Piper 大家都這麼講 嗯 太多人都這麼講 所以我覺得他是真的是不簡單 今天 今天他今天有這個地位 在摔腳迷 心中有這個地位 這 這不是隨便 隨便講講就有的 他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在 在摔腳迷身上 但是我想這也是我們 平常喜歡 往這些摔腳會上跑的原因 因為 我個人是喜歡 跟一些摔腳選手接觸 不管是Roddy Piper 還是說其他選手也好 男生女生都好 我就是很喜歡跟他們聊聊天 然後 看看他們私底下的感覺 到底是怎麼樣 對啊 因為 網路上 現在網路上訊息很發達 大家有些比如說 Hulk Hogan 最近 最近問題還蠻多的 大家都覺得說 他怎麼樣 但是說真的 你沒有親自接觸過的話 你也是聽人家講講而已 你也不知道他真正私底下的 個性是大概是怎麼樣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 好玩的一個事情 就是我喜歡跟選手 親自的碰面 然後跟他們聊一聊 看看這個人 私底下是個什麼樣子 然後 這其實變成說我自己 心裡面的一個 一個故事 是啦 我們以後就會 比如說十年後 二十年後 我們再回來想的話 或者遇到這個選手 或者說今天聊到這個選手 我就有東西可以講 就說 我遇到的他是怎麼樣怎麼樣 是一個 蠻特別的事情 突然然後想起到我們之前去這個RESTLEMANIA WEEKEND 這個COMICCON的這一次的 等一下等一下 有回應OK 這一次的經驗 然後我們之前都談過就是我們很鼓勵一些帥交迷就是OK 如果你你們是有興趣想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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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也有呃 機會就是OK 現在開始就呃 就是開始 呃 save your money 然後明年的RESTLEMANIA 可以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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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LECOM 差不多每一年都是在呃 RESTLEMANIA WEEKEND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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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這些活動 裡面可以有機會讓你可以去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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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說 其實還是蠻鼓勵大家就是 要有要有一個信心就是說你其實你大家都可以做到不是說我們多厲害是怎麼樣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 只要你你敢去你只有你就可以跟這些小小小小小小小碰面可以跟他們聊天 甚至是吃飯都有可能OK 然後 你會發現不不一樣的東西就是真的 講講句真心話會發現 你所你之前所看到的摔角 你之前所看到的這個選手 跟你現在跟他聊天之後 你感覺會不一樣 就是別人就是別人感受不到的東西只有你或者說只有來參加的人才可以感受得到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驗 我突然想做一件事情 因為 最近我有看你 在宣傳一些 NTW的 的消息 所以我想讓你 現在 給你一個機會 在這裡 plug一下 謝謝免費的工商服務時間 工商時間 因為 我不知道這邊的朋友知不知道 所謂的NTW 新台灣的娛樂摔角聯盟 這個是 大概 4年多前 所成立的一個摔角團體 是 跟 日地是在台灣的台北 那我們基本上 所有的選手 都是 都是以台灣的選手為主 然後 當初 成立的時候 有一些人來邀請我一起來做這個東西 然後 我就是把我在 美國 獨立摔角界所看到的一些運作方式 應該是說比較正統的操作方式 然後把他 帶到台灣去 然後 一起經營 NTW這個團體 到現在已經差不多4年的時間了 然後 我們基本上 我們的水平 跟 我可以坦白講 我們的水平 跟 一些 美國的獨立團體 比較起來的話 我們是不會輸的 OK 大家不要小看台灣 或者說華人 自己本身的摔角 其實我們的 程度真的是非常不錯 如果你看過 其他的摔角的話 你就會發現 然後 我們現在 就是說 陸陸續續有跟一些 香港 日本 新加坡 等地的 摔角團體 跟選手合作 那 今年 就是兩個禮拜後 8月22號 禮拜六 在台北的 更新文教禮堂 在台北市辛亥路上面 我們會有一個 激鬥 種夏業的摔角活動 那這場活動 我們邀請了 台灣、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 將近20位的摔角選手 一起過來比賽 那這個活動是非常的盛大 那我們希望呢 把一些 台灣最好的摔角 OK 帶給我們台灣的 摔角迷 所以我們非常希望說大家有空的話呢 到現場來支持一下 然後呢 門票有限 那如果想要買票的選手呢 歡迎上網搜尋 上那個 Facebook 搜尋 NTW 然後 新台灣娛樂 摔角聯盟 然後我們 你會看到所有的購票資訊 票價 還有交通資訊 等等 還有我們的比賽時間 還有參加選手的資料 我們都會有在上面 然後呢 我們的 座位 指定的 我們有分指定席 跟所謂的一般席 那指定席 目前已經 門票已經賣光了 所以剩下的 等的位置 也不算 不是太多 我到時候會不會開放站票 我不是很確定 但是我 我會 非常建議 有興趣的朋友呢 請儘快跟NTW 新台灣娛樂摔角聯盟聯絡 或者是說你找我 也可以在 Facebook上面打我的名字 Shenryu S-H-L-N-E 然後L-I-U 你可以找到我 然後我可以 跟您說你要在哪邊買票 或者說 什麼疑問我可以幫你解答的 我都很願意 那希望到時候 大家可以在 水餃會場上面 碰面聊聊天 這樣子 因為我看到 其實你們這一場 極鬥中下夜 這一場大會 OK 你們在算傳上面 其實也算成了 都好一段時間 OK 不是 這兩下天的事情 你們都算傳了 都 好一段時間 然後 我現在看到 你們 大概18個選手會 簽加 日本 香港 新加坡的也有 然後 感覺 給我的感覺是 這一場 好像是 你們NTW 這一場 應該是你們 比較重要的 賽事 對嗎 我們 我們 MTW 是沒有像 WE那樣 你知道嗎 就是有一個 每年固定的什麼 Restlemania 等等之類的 我們是沒有 不是那樣的概念 但是我們有 我們每一年都會有 定一個大概是年度 年度大賽的這種 這種概念的比賽 那以往是在每年的大概10月11月左右 我們是 會把這個賽事做得比較大一點 我們會有舞台有燈光 然後當然 設備也會比較 比較多一點 那今年的話是 就是說我們目前的定案是在8月份 8月22號的這場比賽 然後所以呢 我們這一次就是 我們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準備 我們 邀請了 你知道國際級的選手來參加比賽 然後希望 就是把 不一樣的摔角 OK 帶給我們台灣的觀眾 所以 如果 台灣觀眾是 想支持本土摔角的話 就 真的一定要 支持一下 對 麻煩支持一下 麻煩支持一下 因為 尤其是 尤其是 NTW裡面 有好幾個選手 我都覺得是 比較 他們的 酷尤其 也很尷尬 比如說 惡王 鬥鴻 鬥鴻 鬥魚 這些 這些人我都很喜歡 然後大致我覺得 也蠻特別的一個選手 對 因為基本上 都是很有特色 很有實力的選手 而且也很多選手都是 有真正去受訓過的 有從 日本訓練回來的 所以 我們都是有經過 一些比較 正規的 一些訓練 然後跟 日本海外 比賽的經驗 我們邀請了很多這樣的選手 包含我們自己台灣選手也是一樣 很多都是在日本 香港 或是其他國家受訓過 比賽過 我們才回來的 所以我們所 提供的比賽是 比較多元化 而且是非常正規的比賽 所以就 真的要自己一下了 OK 然後Shane你還有什麼東西想談的 關於最近帥交界的 有什麼東西想談的 最近摔角界嗎 我不知道Rick之前有沒有談過Hogan 應該上禮拜你好像有講到 就是Hogan的事情 有有有有 對 但是我這件事情的反應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因為 當然在 社會上 OK在社會上還有 裡面 大家都對於Hogan的一些言論 非常的不不滿意啦 那大家都在批評他這樣子 覺得他怎樣怎樣 但是 我 這個禮拜 一兩個禮拜下來 我觀察到 不少我們摔角迷 都還蠻支持Hogan的 這是一個很好玩的情況 因為基本上我也跟Hogan見過面嘛 然後包含我還有我一些朋友 我們都跟他都都見過他 我們都不覺得說他是 一個 會 就是有種族歧視的這種 這種心態的人 我們都不我們都不這麼覺得 而且我們都還覺得 他本人 私下還蠻親切的 講真的 他還蠻親切 對 對甩腳迷還有 工作人員其實都還蠻好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情況是 很有想像的空間 因為很多 我相信很多台灣的甩腳迷 或者是一些國外的甩腳迷也是一樣 就是他們都只是 只能 從一些媒體的報導 來看一件事情 但是 像 我們的話是比較有機會說 我們跟這個選手其實碰過面 然後我們 自己的感覺 會 會比較不一樣 其實今天人家報導一個東西 我看到的感覺是 嗯 我感覺不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我們會有不一樣的想法 然後 就是多了很多空間討論 我們不會說因為 今天媒體報導了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就去 繼續批評一個選手 或者是 否定一個選手 反而我們會以自己的經驗來看說 其實我們覺得不會這樣子 所以通常 我會這邊也是呼籲一下 一些台灣的甩腳迷 對啊 就是 很多時候 媒體報導的東西不代表是真的 很多都是 尤其是甩腳界蠻多政治操作的 他今天 像WLE要跟 要跟Hogan划清界限 也是有原因的 擔心股東 聽說WLE這次損失了幾百萬還是 也是一千五百萬美金吧 就是因為Hogan這句話 是 影票大跌 對啊 所以他 對我來講這是一個政治操作 不管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他今天要跟Hogan划清界限 就是因為會造成金錢上的損失 但是 這並不代表說Hogan他私底下真的是 一個壞蛋還是怎麼樣 所以我會覺得說有些事情大家看到之後 可能也是稍微從另外一個角度想一下 對啊 就是 不要說只是看單方面 講這個話你就去相信他 然後覺得說啊這個人就是不好 還是怎麼樣怎麼樣 這蠻特別的 其實 我突然想起 The Rock之前有一句話 我覺得他說得很好的 也算 也說得很 全面就是 其實有時候 Talk Trash 就是 我 我不知道 Talk Trash 在中文應該怎麼去翻譯 就是 有時候我們 講一些垃圾話 會說一些垃圾話 會說一些沒有意義 意義的廢話 其實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會有 而且這些話也未必是認證的 然後 可能 Hogan當天晚上在 這一個 錄影帶 講這些話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 抱著這一種 Talk Trash 的心態 那 Talk Trash 有時候是不是認真的 OK 我自己 有一個經驗就是 我 幾年之前 我有一個公司 有一個同事 他 跟我的關係很好 但是 我們 之間 經常會 Talk Trash 有時候 我 我們會說一些 浪漲話 去 去 勤勉大家 有時候他 會說 I hate Chinese 之類的 OK 但是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真心的去 hate Chinese 他是不是一個不喜歡 中國人 他是不是一個 種族歧視的人呢 我也覺得 不是 因為 每一次 每一次 我們有時候 我們的教堂會 Talk Trash 但是 每一次 如果我有問題的話 如果 我在公司 的時候 有一些東西 我需要他的幫忙的話 他 我永遠不會 問他 去 跟他說 Can you help me please 之類的 我永遠不會問他 他是自己 主動過來去 過來幫 幫助我 然後 他本身也是一個 帥交迷 我們 經常會 一起出席 帥交大會 帥交場合 有時候我們會 喝酒 我跟他是 在公司裡面 也是好朋友 然後 他 剛才這一句 I hate Chinese 這一句 是不是 他真心化 他是不是 真的是 種族歧視 其實也 未必 他只是跟你玩一玩而已 然後 Hot Hoken 他當天晚上 說這一句話 是不是真心化 然後 或者是 是不是 只是 Totrash玩一玩而已的 這個我們不知道 可能他真的是 Totrash 但是 就是 Totrash 然後 Totrash 也同時 也講過一句話 也 講得很 全面的 就是 有時候 我們講話也需要 對自己講過的東西負責任 是 他講的 其實他講的也沒錯 他就說大家都會講 但是 既然你講了你就要負責 對啊 但是 這沒辦法 其實也沒有辦法 其實我看這件事情 我也覺得 Hot Hogan 也是一個受害者 對啊 對啊 我也是這麼覺得 因為 講難聽一點 Vance McMahon 他自己私底下 都會這樣講 喔他很 只是他沒有被他 他都會 他都會 沒有被他錄下來而已 只是沒有 沒有人敢去 他更會對不對 指出他講過這些話而已 除了一個人 OK Cock報他會 但是 Cock報是在他的 自己的 電台節目去講 但是他的電台節目 也不是 非常多人去聽 所以 所以 就 Well 沒人聽 不是沒人聽 只是沒有很多人聽 OK 因為比如說 我現在提出這個名字 Cock報 OK 我相信大家都不知道 他是誰 喔對啦 這也是啦 通常 我們開一些 網台之類的 不論是 Cock報的 MLW 或者是 Restling Observer 這一些的 OK 最大的 Restling Observer 很多時候都有一些 Casual fans 也是不會聽他們的 對呀 對呀 所以很多事情 我覺得覺得 不是你們所看到的這個樣子啦 也不是我們看到的這個樣子 對呀 但是沒辦法 這個就是他太有名了嘛 Hogan太有名了 他 對呀 今天可能有人想要 因為這樣子想要跟他 怎麼講的 報復也好 或者是說是 勒索也好 等等之類的 這是 都是一些 政治鬥爭啦 我覺得 就是都是這樣子啦 這種成分比較大 對呀 我相信 不是人家無緣無故 就把這個東西丟出來 炒作 丟出來講 這背後是有他們的目的在啦 通常都是為了錢啦 哎 真的 啊 OK 啊 是啊 都是錢啦 啊 你覺得我們需要 開放讓 一些 聽眾朋友 有什麼問題的嗎 現在開放 因為 今天我們 都 除了 講一些 Roddy Piper 跟Shane的經驗 還有 NTW的 還有 其他的 其實這個禮拜 沒有那麼多新聞可以講 真的沒有那麼多 所以 如果現在大家 有什麼話題 想辦出來講的話 你們都可以 有問題的 也可以辦出來 哦 啊 對啊 你會去看 Battle of Los Angeles 是不是 我 目前還不確定 因為我本來要去 我那天本來要買票 我覺得這個 PWG這個太誇張了 B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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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OK 三個晚上 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的票 同時賣 三分鐘之內 賣光了 三分鐘之內 我搶不到票 我搶不到票 他那個 PWG那個場地 大概就是 最多五百個人 OK 最多五百 當然 他們會保留一些票 就是讓現場的人去買 但是 基本上不會太多 但是那一天 我用 我的手機 我的電腦 還有我朋友的手機 朋友的電腦 我四台 四台機器 同時在run那個網站 跑不起來 跑不起來 買不到票 因為網頁卡住了 太多人了 然後我後來 隔天才知道 三天的比賽 至少一千張票 超過一千張的票 三分鐘之內就賣完了 買不到 因為PWG這太好看了 所以 太多人要去搶 我到時候可能會 早一點去 然後排隊 然後看看能不能 買到現場的票 但是因為我可能會 找我的朋友一起去 我現在還要看他的意願怎麼樣 如果他有興趣的話 我可能會 就是會去看一看 現在就是不知道說 我到底能不能進得去 因為PWG 我之前有發生過 就是大概 兩三年 三四年前吧 那時候Daniel Bryan 那時候有個劇情 就是Daniel Bryan被WLE Fire掉了 他那時候他還在NST 的時候 然後他 WLE就真的讓他 去一些獨立圈去比賽 真的讓大家以為 他真的被WLE Fire 所以那時候他要回到 PWG去比賽 然後那個晚上 我有要去 但是我在外面排了兩個小時 比賽開始之後的兩個小時 我還是進不去 比賽都已經開始了 我進不去 因為太多人在排隊 我還是進不去 所以後來我就走了 所以 我不知道 這個月底的 BOLA會不會發生一樣的事情 就是說 到了現場 想要買現場票 但是排了一兩個小時 還是排不到 還是進不去的情況 我不知道 對 所以我目前的話 我 我還不確定說 我到底能不能看到 因為我最近發現 PWG 雖然是在 在加州這一邊舉辦 但是我發現 最近開始 也有很多很多 在 其他地方的 帥腳B 無論是在 紐約 Florida Texas 這一邊的 都會 特別飛過來 去看PWG 因為 PWG的比賽 他 非常特別的 的 非常特別的 我都 我都不知道 是什麼形容 因為我 兩天之前 我有看過 他們今年的 DDT 這一場 雙打的 Tournament 然後 當天的比賽 有一種很特 特別的感覺 就是 這些帥腳米以前 我們看過 無論是 WWE 新日本 或就是 ROH的 大會裡面 很多時候 通常 大會一開始的時候 觀眾都會很熱 很熱情 然後 到 比較晚一點的 時分 觀眾都會 有一點點 累的 然後 場地的氣氛都會開始暗靜下來 但是 PWG完全不一樣 PWG PWG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 觀眾的反應很熱很熱 到最後一分鐘都是非常非常的熱 我覺得 我覺得PWG很難去形容他 我那時候第一次看到也是嚇到 因為PWG說真的 我如果只是放照片或者是用文字敘述的話 你根本不會覺得說他是一個好的摔角 因為場地很小 又小 冷又多 又熱 他有時候冷氣還不握 OK 冷氣 沒有 不會冷 非常的熱 夏天的話 熱的要命 大家都流汗 然後臭的要命 其實那場地非常的糟糕 但是 大家搶著要進去看 為什麼 因為PWG賣的是一個 是一個精神 他是一個 他賣的是摔角的熱情 OK 他不是說我的舞台要多大 我的什麼東西要多好 不是 他賣的就是他們打摔角的那股熱情而已 然後 這個東西我好難去形容他 因為你沒看到的話 你真的不知道怎麼去講這個東西 就算是我看到 我每年都去看PWG 我看了五六年了 但是我還是不知道怎麼去形容這個東西 因為太特別了 你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就是喜歡去看 我也就是喜歡去看 每次比賽我就是想要去看 因為 他每一場都是這麼好看 然後 我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去講 這個太特別了 因為他 他賣的是一個牌子 你知道 PWG就是賣一個牌子 他不管是誰來打都一樣好看 我覺得 他們真的 他們的補品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厲害 有時候有一些比賽內容 比較邪趣的部分 平牆我會覺得 是過分邪趣 通常如果我在外面 無論是WWE RH 如果你們 在比賽裡面做一些比較過分邪趣的行為的話 我是不會接受 但是 我不知道 當我看 等一下這一場比賽是 Team Tremendous 對上 另外一隊 我忘記的是誰 OK 他們也是在這一場 算到比賽裡面 做一些比較邪趣的東西 平常我不會接受 但是 我不知道 當時候我看這一場比賽 我覺得 也蠻好玩的 我心裡面也開始也接受這一類型的帥腳 我 真的不知道應該如何去形容這個團體 有時候我覺得這個團體也蠻奇怪的 這很怪 主要是說 OK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說 今天 會來看PWG的帥腳迷 他們 他們是真的帥腳迷才會來 OK 平常 如果你 你不懂帥腳 你不會看帥腳的人 他是不會來看PWG的 這是第一點 對我有遇過觀眾 是從西班牙飛來 洛杉磯看PWG的 Holy shit 他們從西班牙來的 他們不是美國人 是西班牙人 OK 他們 飛來這邊看PWG OK 為什麼 因為 你今天如果你不懂帥腳 或者說你 你沒有一些 Sense 你不會來看PWG 因為 很少人會知道這個團體 對 所以今天如果說你身邊的觀眾幾百個人 他們都是比較了解帥腳的 他們知道帥腳就是一個show 就是為了娛樂 就是下班之後的一個放鬆的地方的話 他們不管PWG做什麼樣的橋段基本上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這個只是一個show 有些東西 其實有些東西我也覺得說 PWG有些時候做也是有點誇張你知道嗎 就是說怎麼會做成這樣子 但是當你身邊幾百個人都覺得說 每個人都在歡呼每個人都在鼓掌的時候 你自己也會覺得說 好像 好像OK喔 你會被那個環境 你會被那個環境影響 就說這個東西是OK的 就算說你一開始你覺得說怪怪的 你覺得說怎麼會這樣子 但是當 其他四百五百個人都在鼓掌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東西是可以做的 是OK的 真的所以 現在我們 給你們多一個 目標的除了 Restomania之外 還有這個PWG 真的 我自己也很想 去 嘗試一下 PWG現場的感覺是如何 Rick如果你有 有這個打算要過來的話 可以提早跟我講 我們可以安排一下 當然還有其他所有的觀眾 我們也都 歡迎 所以如果你今天 想要來看摔角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來問我們 可能是2017的事情 因為我 我明年的 行程都 排得秘密的 哇 都是看摔角嗎 不是 OK 1月份是看摔角 然後 4月份是不是要去看Restomania 我現在還不知道 然後5月份 我有一個朋友 因為他結婚 他要去 這個 地方 好像 好像 叫做 向 向 向亞 這個我不知道是 哪一個地方 大概在 海南 讀的 就是 I don't know 就是要去大陸去了 所以 所以明年的行程都排得秘密的 然後 我去了這兩個 trip之後 紮油沒有錢去其他的 呃 呃 呃旅行 我都不知道 喔對 這倒是 但是 我明年的話 目前 就是 PWG還是我的第一選擇 因為我覺得 你怎麼看都看不膩 同樣的人 在那邊打 他每次打出來的東西 都是不一樣 我就是覺得說 他們最厲害就是這一點 他們非常用心 OK 會一直去想 一直去想說新的 新的表現的方式是怎麼樣 新的招式 或者說新的橋段 他們會一直去想 一直去改進 一直去 去 怎麼講 讓觀眾覺得說 有 有驚訝的感覺 就是他們非常 非常大的一個 成功的一個關鍵 那其他的比賽我還不確定 說真的 Restlemania我目前也還在看 因為通常 呃 我要去的話 也會跟朋友一起去啦 然後就是要看其他的有沒有意願這樣子 或者是說那邊周邊有沒有什麼好玩的 如果說只是看看摔角就回來了 我覺得 也是有點 可惜啦 OK 還有沒有其他的話題 呃想辦出來 呃 我跟薛瑩一起講的 有沒有 沒有 哦這個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橋段了 但是我個人還蠻還蠻還蠻OK的啦 有有時候很多人都跟 呃也也問過這個問題 OK問我有沒有看過Chikara的帥腳 呃我只能說 呃This is not my cup of tea 不是我杯茶 呃當然有些東西是有一點就是太誇張了 是有啦 我個人是還OK 我覺得我看帥腳的口味還蠻大的 一些死亡比賽我也看 然後這種搞笑的我也看 然後你要日本的Strong Style我也看 美國的墨西哥的我都可以看 對但是只是看這個東西 我是覺得做他這個橋段有點太誇張了 然後變成說呃可以接受的人就是可以接受 但是不能接受的就是不能接受 這個可惜了 我覺得這個有點太超過了 但是我接受一個理論就是呃 這類型比較呃 邪趣的帥腳也有他的好處 因為我我都跟一些帥腳比交流的時候呃 我也聽過他他們講的話就是呃呃 這一類型的帥腳一些家講可以呃 抱著沒有任何擔心的呃呃 心態去帶他們的孩子一起去看帥腳 至少這類型的呃呃 這類型的帥腳是呃可以呃呃 比較呃呃 如果你是成人观众 你可以接受这一类型的摔角的话 也可以 然后孩子去看这一类型的摔角 也没有那么大问题 至少不是太暴力的 好像现在有人提出CZW OK这个也是我不能接受的摔角类型 CZW说真的 我今年本来想去看的 但是我想要看现场 我还蛮OK看CZW 但是我今年的时间没办法排出来 因为CZW他们通常都是在费城那边 菲律大菲亚那一带比赛 然后我6月份其实有过去那边出差 我本来想要去看看能不能去看个CZW 我再回来洛杉矶 但是因为他们的比赛很少 一个月两个月才一次 但是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正好就是没有 不然的话我也会去看 但是OK CZW很多人都以为他们只要这些 Death Match 这些Hardcore Match 其实不是 他们也有一些是真正摔角的比赛 比如说 Beef Music Jougalad 这些人都是在CZW里面的 所以其实他们也有一些非常高指数的一些帅小手权在 我忘记了是不是Rich Swann也还在CZW比赛是不是 Rich Swann有 OK 然后这一次下个应该是下个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礼拜 OK还是今天还是明天我忘记了 新日本OK 新日本的那个渡边高章 Watanabe 他也会过去比赛 他也去 对对对 新日本的选手也有参加CZW OK 所以他OK 大家要有一个观念 OK 新日本职业甩脚 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甩脚公司 OK 他们不是说随便玩玩的 他们是非常认真的在经营 今天世界第二大的甩脚公司 就是愿意让他们的选手到CZW去比赛 这代表了什么东西 这代表了说他们CZW绝对不是大家想的 就是非常非常低等非常没有营养的摔角 他们也是有他们可以就是有他们的价值 有他们的可看性 他们然后甚至说他们的理念某种程度上来讲 也是被这个行业所认同的 所以新日本才会愿意让他们的选手到CZW去比赛 这个观念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下 所以说今天我们看甩脚不是说 他这个很暴力 我们就不要去看他 或者说他这个都是在乱搞 在带坏或者说败坏整个甩脚的风气 其实不一样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经营理念 但是同样的他们的一些做法某种程度上来讲 在这个业界是被认同的 所以新日本才会愿意让他们的选手到CZW去比赛 甚至是包含其他很多独立摔角选手 像之前的 像是 I think Cesaro应该也有在CZW比赛吧 Kevin Steen 就是现在的Kevin Owens 他们之前也都是在CZW 但是他们打的不是这种 还有Din Ambrose也是一样 他们可能不一定打的就是说所谓的death match 死亡摔角 对但是对他们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舞台 去做他们的表演去做比赛 对所以我觉得说 大家看摔角的时候可以看看另外一面 为什么这些选手会愿意到这个团体 帮他们做事情帮他们工作 为什么会这样子 大家可以想一下 然后你提起到新日本 最近新日本 跟RH的合作 OK 8月份的大会 他们刚刚宣布就是 他们会拍这个 后腾羊羊羊集 第一次参加这个 RH的比赛 我不知道后腾是不是第一次在美国打比赛 但是这个我也蠻期待 他之前好像是在墨西哥吧 我记得了 没错的话他应该 他应该是在墨西哥 那美国的话好像也是第一次 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 所以这个我自己本身非常非常期待 我真的好想再去纽约 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 太远了 有没有钱去飞啊你 也没钱我太穷了 我和大家一样 要工作啊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OK 另外就是新日本 OK讲到新日本的话 他们今年10月份也到台湾 所以 Oh yeah Oh yeah 台湾的朋友 有空的话 开始存钱了 OK 你进场支持一下 新日本职业摔角 他们做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认真的 何时开始买票 目前还没有宣布 我顺带一提 我也会去新日本的比赛 今年10月份 我会回到台湾去 OK 但是我还不知道说 我什么时候会到 然后等等之类的 但是我的目标是 想要去看新日本职业摔角在台北的比赛 我现在会朝这个目标去做安排 然后我真的很希望喜欢摔角的朋友们多多到现场支持 不管是台湾自己的摔角还是说WLE 或者是说新日本职业摔角 其实 讲真的 我还在台湾的年代 十几年前 我们没有这个机会看现场摔角的 OK 不管是台湾的还是日本的还是WLE 都没有 OK 但是最近这几年 台湾的摔角风气越来越好了 大家 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可以到现场看 大家真的要把握机会 你们是非常幸福的讲真的 真的 呃 呃 尤其是 呃 现在这里也有好几个是新日本的摔角蜜 也是 呃 这些职会真的很难得 尤其是 呃 Shane我跟你都尝试过 跟 新日本的CEO 呃 干领会长 是不是 呃 他的名字 他的 应该叫尖铃 尖铃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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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铃会长都见过面 呃 其实 从 当天我们的交流也可以看得出 他是有幸 呃 想 去搞台湾市场的 嗯 对他们整个经营团队 其实还 我觉得他们还蛮有眼光的 他们知道哪些市场是可以被开发的 包含 台湾 新加坡 甚至是香港 澳门 泰国 等等地方 他们都觉得说是可以去做比赛的 嗯 对所以 他们最近这几年 都是一直有在做这方面的操作 我会觉得说 嗯 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 因为他们的比赛质量是真的非常好 讲真的是非常好的比赛 然后他们又愿意到台湾来做表演 呃 然后可能 大家有些人会觉得说啊 场地太小啊 还是说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重点 场地不是重点 场地不会影响到一个摔角比赛的品质 但是 OK 所以大家多多去去支持他们 然后希望他们每年都可以到台湾来 这样子对大对所有台湾的摔角民来说 是一个好的消息 嗯 嗯 OK 然后 呃 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想 呃 搬出来一起讲的 看看你们有什么话题想我们讲的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 然后 Shane可以 呵呵 去睡觉 呵呵呵 我也我也想回到我的床去欸 很累 他们说 Hogan在WWE 还能不能 能不能 白的回来 说真的还不知道 啊 我觉得还不知道 很难说 有一些人说他不行 呃 也有人 也有一些人说 呃 那那 neve say never 真的真的 真的 neve say never 因为呃 之前我们有很多很多 呃 呃 呃 情况 OK 说Hogan的 譬如说他之前90年代 在呃 这个 呃 Steroid这件事情之后 然后他呃 呃 去呃 WCW跟 Fince McMahon 反目 我们以前都说 OK这些事情 发生之后 Hulk Hogan应该没有机会再回来了 但是 每一次都 证明 每一次都 证明 证明 他 总有他的办法 或者是呃 Fince McMahon突然觉得 OK 我们在这个时候 需要 Hulk Hogan 所以到 所以到最后 Hulk Hogan 都会很莫名其妙的 回来 所以这个 你可以怎么讲 尤其是像 我觉得尤其是像 Restlemania 这种 大的场合 他经常会突然就出现 这样子 因为 所以 我觉得 WWE 嗯 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 我觉得 在未来 应该还是会需要 Hulk Hogan 来帮忙 提高 他那个 收视率 或者是票房 所以 对啊 我觉得是还是有机会 只是时间点还不知道 所以 这个 要 要看看 但是 机会总会有 但是 我也觉得 这一次的 机会也真的很 很小 很小 因为 这一次的破坏力 也 也蛮大的 但是 我觉得奇怪 就是 其实 这件事情 大概两三年前 已经有人报道过了 OK 但是 呃 当时候 没有那么大的 影响力 然后 三年之后的今天 这件事情 再报道一次 然后 出来的影响力会那么大 是不是因为 呃 呃 呃 这件事情的影响力 的 关系 呃 其实不确定 但是我感觉的是说 现在 呃 还是钱的问题 因为造成的损失太大了 呃 工艺 工艺 工艺这方面 做了很多贡献 然后 一直在想要 想要提升 WLE的 对这个美国社会的形象跟影响 那今天如果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的话 其实会对WLE之前过去几年做的一些 呃 好的事情 慈善方面的事情 会有很大的扣分 所以我觉得说他们可能是出于这样的考量 才要跟 嗯 Hogan 划清界限 当然 呃 这一个也是 一个没有办法的正确决定 嗯 对啊 没有办法 因为可能 Venceman有说到来自股东们的压力吧 我在猜 呃 你一定会 你一家 相识公司里出现这类型的丑闻 就 真的没必要 然后 唉 有人聊到了G1 哈哈 你有看G1吗 有有有 呃 看得我很累 呃 我昨天晚上的比赛也还没有看 我是一场都没看了 啊 我的 哈哈哈 G1的战况 现在 呃等一下我先开这个 呃 New Japan的 现在 我是没看的 但是我感觉 柴藤 呃 柴藤 今年的表现还不错 柴田 柴田 呃 柴田 今年的表现也蛮不错 然后 呃 我发现到 今年的 呃 在A Block这一边 呃 的斗争也蛮热 也蛮热烈的 OK 我看 先看看昨天晚上的结果 因为昨天晚上是 呃 这个Bad Love Fallet 天山 打AJ Style 天向广计 呃 呃 我觉得 天向广计 因为 它 其实也有一点连击的关系 所以呃 最近的表现也比较慢一点 但是也 所以 起码 他打的 东西也 不是 起码 他他在G1里面 也 呃 也有一点点的表现 也不是完全没有 只是呃 比人家 呃比较慢一点而已 然后 呃 内藤志也 这个 也 就就就真的想谈一下 他最近这个 反派角色 我不知道你们 呃 觉得他这个反派角色的 呃 感觉是如何 我自己觉得有一些 有一点 有点怪怪的 呃 我是听说有点怪怪的 就是他可能还不是很习惯 这样的一个角色吧 我在想 其实我觉得 呃 也 未必 不好 至少现在 他这一种 呃角色 可以给人家 一种感觉就是 呃 呃 就是可以让人家很恨他的感觉 嗯 对啊但是 我觉得 还是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吧 不管是摔角迷 或者是说 内藤他本人 他都还是要一段时间去适应这个角色 然后甚至去 让大家接受这个角色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啦 嗯 嗯 嗯 我不是说 不管你这个选手多好 这是其次 但是至少观众要对 比赛会场 或者说 比赛的选手 要有一个 要有个互动 要有一些动作 这样子的话 气氛才会 才会热烈起来 如果今天选手出来都是 观众没有反应的话 就算他打得再好 还是说他什么正派什么样 我觉得 还是没有到达 那个效果 但是如果今天一个选手 他是反派 但是观众讨厌他 观众虚他 观众 呃怎么讲 有进入到那个角色 进入到那个比赛的 的内容 然后 然后发自内心的呢 来去虚他 来去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对公司的 角度上面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嗯 行嘛 现在有一个 purpose 可以给 呃 内藤 可以再 呃 找一个新的出路 发展一下 另外一个 我觉得 要给他一个 新的出路的人 是 后藤 因为现在 我看他OK 虽然他拿了这个IC冠军 但是 你看他的比赛就是OK 他的比赛是非常非常好看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他出场的时候 我觉得观众给他的反应也不是呢 呃 不是太多 哦 他因那时候刚从国外回到日本的时候 我觉得那时候反应还蛮热烈的 可是现在可能大家也都习惯了吧 然后而且他可能在 嗯 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点 所以观众会慢慢的觉得就是 嗯 就是 会疲乏 就觉得就就习惯就是这样子 嗯 觉得他他也是需要一个新的突破点 你你刚才说的也对 他他真的需要一个 呃 真正的突破点才可以 你能再 踏前一步 对 因为其实他刚回来的时候真的还不错 觉得他的造型 或者说他的比赛都是很好的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都很棒 但是 好像过了三四年还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觉得说嗯 嗯 好像 应该要再换一下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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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呃 希望 啊 OK 喂 还有什么话题想要谈的 OK 但是我现在看看时间跟我现在录影的进度来讲 呃 我想应该 呃 到到这里了吧 现在我的录影进度已经 留了差不多三 呃 3Gate 呃 影片不要录太强 不然 呃 我等一下 upload的时候会 呃 花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去upload 所以今天我们就差不多了 OK OK 好好好 没关系 所以我们下次还是有机会 我们随时都可以跟 跟 社交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 OK 所以呃 看看 呃 呃 记得 8月22号 对吗 对 8月 8月22号 礼拜六 啊 在台北的那个更新文教礼堂 OK 台北是辛亥路 不知道什么号码 我没有背 哈哈哈 啊 没关系 大家有任何问题 欢迎 OK 到ntw的facebook ntw新台湾娱乐摔角联盟 然后的 页面上面去看一下 你也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交通资讯啊 然后票价啦 还有比赛的一些介绍 OK 然后我们非常希望可以到时候可以在会场中看到大家 OK 谢谢大家的支持 OK 我呃 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谈呢 哎呀 肯定有机会 OK 好吧 好 今天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